AudioJungle 发表主旨演讲时说 中华民族历史上尽管有过多种政权的并存 有过不同民族居于统治地位 有过短时间的分裂 但是国家统一始终占据着主导地位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精神扭改 中华文化也是两岸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基因 文化台独企图削弱 甚至切断中华文化 在两岸的血脉相容 是袍根抽魂的无知狂妄行为 只会造成台湾社会精神缺失和错乱 严重损害台湾社会心灵和机体健康 我们完全赞同张明清院长的平息 中华文化是两岸共同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家园 两岸分九闭合 统一是大势所趋 评论认为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 尽管台湾一些人试图从教育入手 推动各种形式的去中国化 但因为中华文化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和凝聚力 两岸的中华文化渊源和精神纽带不可能割断的 包括文化台独在内的各种台独图谋不可能得逞 评论表示 从这个意义上来看 两岸关系的发展前景并不悲观 因此 正如张明清所说 结合当前台湾政局的变化和两岸关系发展的实际 将清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 发展脉络 对强化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发挥中华文化 这一维系两岸同胞的精神纽带的作用 两岸同胞共同继承 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 共筑中华文化的精神家园 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